那我们准备开始上课 然后谢谢各位来听 因为如果说没有人来听文的话 事实上就没有办法传递一些讯息 所以佛陀常常讲 其实文法的功德是非常殊胜的 我是透过很久好几年的时间 才慢慢领悟出来 所以很谢谢大家 然后在这个地方共同分享 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 转念 转业跟转命 那一般人 如果没有 我们说比较正确的 对佛法的这种了解的时候 然后常常会说好像我们的命运 但是苗文刚才就有所谓的命运 好像是注定的 然后好像有所谓的业 然后好像业都是一定是不会改变的 然后变成就是你生命好像就是被命定一样 那定这个题目 其实是在十几年前 因为在那个桃园那边呢 也有一个那个心灵成长团 然后他们呢 那时候就是要我去他们那边 跟他们做一些分享 那大概1998左右 就是谈这个题目 那他会一直有他的 他的那个相应的那种意义在 那时候就是针对说 我们一般人对于所谓的命运 的一种错误的看法 所谓的业障的一种错误的看法 所以呢 才定了这样的一个题目 特别是在所谓的佛教界里头 我们常常会听到一些宗教师 你这业中当啦 有没有 然后就好像你就该怎么样怎么样 你也怎么样 有没有 那事实上呢 生命的实相并不是这样啊 生命的实相不是这样 你看像我们现在在这样的一个时候里头 吸气进来 整个全身的每个细胞的状态 跟吸气之前的每一个细胞的状态 都已经不一样啦 然后在吐气出去的时候 你看全身的细胞的状态 跟在吐气之前的状态都不一样啦 看到没有 好那什么是命定呢 那什么是命定呢 所以那只是一种 观念上面的脑袋的一种投射 你如果真正张开眼睛 你看它整个存在的实相 你看太阳早上升起 黄昏落下去 然后月亮升起 白天它落下去 草木都在进进生长 一直都在变化当中 风在吹 小鸟在叫 然后人在这边走动 很多的声音在升起 很多的声音在灭去 什么是命定呢 存在的实相 一般性是怎么样 它是一种活生生的生命之流 我们说或者说宇宙性的能量 不断的在流动 不断的在生生不息 那这股生生不息的能量 它无形无相 所以我们看不出来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什么 我们可以看到小鸟 我们可以听到小鸟的叫声 我们好像感觉不到 自己真的有一股生命能量 但是你看 这就是生命能量 手在动 头可以转 可以讲话 你看如果没有这股能量 就没有这种生命的显像 对不对 花草树木 然后众生的这些生命形态 是不是像就是一个形象 说是一种生命的一种显像 对 那你看 那这个显像背后是什么 你看它是一种能量 有没有 它是一种能量 那这个能量它是死的吗 它不是 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如果能量是死的 它就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显像了 就是因为它是一股生生不息的 这样的一种能量 有没有 所以你看 万物它就随着这股能量的 这种节奏 跟它的韵律 配合众生的那种业力 然后它不断的在显像 这是生命 所以从这个本体的角度来看 你就发现说 所以生命它是没有办法被限定的 它是一种永恒的行动 那如果说 整个生命的实相本体是这个样子 那怎么会有所谓的人的命定的 那样的一种所谓的命运上面 去把它给定死呢 我的意思就是说 你看 生命存在的实相 是一种不断流动的 恒常的流动 变化的状态 对不对 这点大家会怀疑吗 有没有 把它想清楚 因为其实 佛法呢 并不是像在 比如说像在大藏经里头这样 因为我们有很多的文字上面的 种种的障碍 所以会觉得 佛门生四海 有没有 但是你如果对一个觉悟的人来讲 比如说我们说简单 你说像 包括在禅宗里头 一个叫做黄薄西迁的禅师 他就说 一切都是现前法 什么意思呢 你张开眼睛看 你用耳朵听 你尊重你的触觉 好好去触 好好去闻 好好去秀 佛法就在这边 都是现前法 都是你六根触境的 当下的实相 但是呢 为什么我们认知不到 你看一方面我们会 接受了很多的观念 就形成我们的那个障碍 然后呢 其实那是什么呢 那是一个脑袋里头 构组起来 构组起来的莲目 有没有 那就让你好像觉得说 没有经过那么辛苦的 那个佛法明相的 那个探索 有没有 然后呢 好像就没有办法 一定 一定呢 没有办法 那个 了悟佛法 所以在那个禅宗里头 勇家玄绝 大家听过吗 他自己觉悟了之后 不太敢确定 然后呢 去找那时候的六组会人印证 然后确定他所体验到的是 究竟的真理实相 之后呢 他写了 在这个禅宗历史上面 非常经典的 勇家玄绝的正道歌 他就说 他以前也是这样 入海算沙 在那个海中呢 算那个沙力有多少 就是好像 像我们很多人 都要走过的这条路一样 在这些佛学 明相跟文字上面 不断的去爬梳 但是呢 他说 这样的状态 只不过在做什么 属他人宝而已 那是白人的宝贝 不是你自己知道的 对吧 那为什么会这样 我们说 他第一个阶段 我们说 当然是一个探索的立场 但是我们在这个地方 更要注意的是什么呢 我们大部分的时候 活在一种 用头脑概念 投射出来的那种 世界观里面 活在用头脑的概念 你脑内的意识形态 所投射出来的世界观 世界观 是你的观念 你不是活在室内面 不是真正活在 生命的实相里面 眼睛这样看 耳朵这样听 皮肤这样在处 它就是这样在流动 生命的实相 它就这样在流动 所以怎么会可能 是被命定的呢 又不是一只 怎么样 做成标本的蝴蝶 你做成标本 那个小孩的时候 做到蝴蝶 把它夹在书本上面 它就死在那个地方 贴在那个地方 但是纵使是一只蝴蝶 一只标本的蝴蝶 它会怎么样 它还是不断的在变化 实相是这个样子 那更何况 生命本来就不是标本 生命是不断的 活生生的具体在流动 跟变化的种种的显向 那更何况 连标本都会变化了 那所以呢 我们认为说 那怎么会有命定呢 有没有 我们的命运 怎么会被决定呢 有没有 好那这里头 我们看更清楚的一点 那所以呢 但是我好像在看到 每一个人 每一个人的生命特质 它的命运 好像真的不同 好像有各自的 各自的命运 这个样子 那我们在这个地方 需要做这样的深入 你看 所谓的命运的 这样的一个观念 其实它在诉说的是什么呢 诉说是一个人 比如说一个人的出生到死亡 整个 这样的一个整体的过程 它表现出来 大概是什么样的形态 有没有 他好命 他坏命 他做很多好事 他做很多好事 有没有 好像其实它是这样在看而已 但是它是被决定的吗 你看到 那在这个 从生到死的 这样的一个生命的形态 它实际在发生的时候 是怎么个样子 你看 就像我们刚刚讲的 每一个时候 都是眼耳鼻舌生一根 有没有 你的六根 在接触到当下的境界 接触到当下的境界之后 你认识到说 现在比如说 听到什么样的声音 有没有 然后看到什么样的颜色 或者人物 然后怎么样呢 你做了些什么样的反应 或者产生你心里 什么样的觉受 或者随着你的觉受 又更生起什么样的想法 冲动而表现出去 有没有 是不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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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上的生命 它怎么样在走的呢 它是在每一个 每一个当下 在我们的六根 在接触境界的时候 有没有 我们生起的种种的 起心动念 生起的觉受的状态 生起我们的意志的冲动 然后再怎么样呢 表现出去 有没有 然后又会根据这个表现 又怎么样 又觉知到 它又产生反馈作用 回馈我们 有没有 那比如说 我们刚刚看到 那样的想法 刚刚想到那样的想法 然后刚刚看到 什么样的境界 然后我们马上 又对当下的境界 又做反应 所以又会有一股能量 又回馈出去 看 知道这个意思吗 所以你看生命它是 不断的 实际在发生的时候 是什么样呢 是在你的六根 促进的当下里头 不断的在反应 不断的在反应 不断的在流淌的 有没有 不断表现出去的 一股生命能量 这是生命的实相 好那再看 但是呢 好像真的还是 有些人 像台湾话讲的 有没有 那股扛到白癢 也是股 有没有 然后那种人 好像我们就这种怎么样 被决定了 有没有 有没有 其实是这样看到 那个梅干了吗 第一个是 其实整个存在的实相 是不断的在生命 不断的在变化的 有没有 比如说 这样还不清楚的话 你这样想 比如说你假设你现在 这时候呢 你心情很不好 你在想到说 过去什么 痛苦的事 或者别人对不起你 这样 那你转头的时候呢 突然看到 哇你很久都没有看到的朋友 而且是小时候的好朋友 有没有 你看你又突然很高兴 那你刚刚很 刚刚原本很欲足 觉得生命很没有希望的状态 有没有 这时候一转头 你看马上变成像花一样 会很灿烂 哇好久不见的 那个老同学见面了 有没有 那你看 光这样一个转头 原本好像活在地狱一般的境界 就马上转过去 变成像天堂一般的境界 那谁在决定 有人在决定吗 有人能决定吗 看到没有 所以都是事实上 整个存在在发生的 实际的状态 它就这样 所以重点在哪个地方呢 为什么说 明明就是一个不断流动的 活生生的 像活水一样的 这样的一种生命的立场 能量流动 不断在变化 这样生生不息 但是为什么 我们会觉得 刚才没有那个生机 然后那好像生命会变得无趣 好像我的命 就好像会说 我这牌命 有没有 这样看出问题出在哪里吗 在这边 我们用我们的观念跟思想 有没有 驾驭了 控制了自己的这种 起情动力 让他没有办法 很自在的 释放出来 活在生命的 实际存在的 实际存在的那种 实相里面 是不是这个样子 你说再举个简单的例子 这很典型 我常常到 艺术大学去散步 那前一阵子 有一个先生 养一只 小柴犬 母柴犬 那个先生 对那只母柴犬 那就做怎么样 三千宠爱 几亿生 这样 你可以看得出来 他很爱他那只小柴犬 然后每天 都跟他洗得干干净净的 然后他的链子 各方面 你会发现都是很干净 都是百般被照顾到的 那结果是怎么样 他带这只小狗 到艺术大学的时候 他会怎么样 小狗一定在上面打滚 他会很开心 但是在那边玩 很开心 然后甚至 他还松开他的那个链子 他就乱跑 这个样子 那结果 这只小狗 到艺术大学的时候 他是玩得非常开心 像天堂一样 但是这个人 他会怎么样 一直很紧张 有没有 不要 就是不要让他在那边玩 好像他就会弄脏了 一直要去控制他 一直要去控制他 然后反而是怎么样 小狗越高兴 然后这个带狗的人 眉头皱得越深 他面越边越黑 然后到最后会歇斯底底的大喊 叫那只狗回来 这样 那只小狗怎么可能 他会跑给他追 你看这种电影 一个人 是这只狗子 带去艺术大学 圣坡 那个狗子 算得好像快乐的天人 有没有 那那个养小狗的这个主人 你看像一个充满称恨心的痛苦的恶鬼 恶鬼 我说那个状态 称心起 那就像恶鬼 恶鬼 恶鬼的状态 你看神不在决定 看到没有 脑袋 他为什么 为什么没有办法 随着那只小狗 那种流动的生命 然后在那个大自然 那个环境里头 你看 那么洋溢的生机 有没有 那么灿烂 那么有活力的那种生命状态 然后他变成 坐着眉头 有没有 一直要这只小狗怎么样 不要怎么样 不要那样 不要那样 看到没有 叫做乌 扛到北京也是乌 有没有 结果不是乌 是人 看到吗 是这个人 那你看他什么意思 你看 活在自己的 观念的世界里面 有没有 活在自己的所谓的 是非善恶 好坏 美丑里面 他不愿意 不愿意 把他这个帘幕 拉下来 让阳光透进来 直接活在生命的实相里面 他不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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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受当下 有没有 那么灿烂的 自在的 那个 那个 小狗的一生 小狗的当下 他不愿意 他在抗拒 看到没有 所以你看看 一个不断的 活在自己的 思考的 惯性里面的人 他会 就会怎么样 他就生命 他就会僵化 你看看 你生命僵化 是什么意思呢 很棒 你看 六根在住境界的时候 事实上是不断的在变化的 但是那个人会怎么样 活在那个脑袋 他的脑袋的世界里面 那活在那个脑袋的世界里面 其实是怎么样 就是活在过去里面 是不是 就是活在他过去 所接受的经验 然后反逐出来的讯息 所以他形成他的价值观 然后种种的判断 有没有 那是过去的事情 所以他活在他的 过去的生命经验里面 所抽象出来的 那些概念 有没有 所以概念 思想就变成怎么样 控制了他的生命的流动 让生命没有办法流动 有没有 这样清楚吗 是不是这个样子 那你看 我们其实常常这样 我们不是活在 直接的当下的 这样的一个实相里面 我们是活在 自己的脑袋里头 然后呢 要实相来配合 我们的脑袋 有没有 那你跟别人出来 小狗在哪儿 穿得要死 那你叫小狗 不要这样 你凭什么 凭的就是你的脑袋而已 你看 小狗很高兴是实相 有没有 你叫小狗不这个样子 是你的脑袋 有没有 所以你活在什么境界 活在自己的脑袋的 脸目里面的 那个黑暗的世界 所以那就是什么 那个叫做 会变成你思想上面的特性 那个惯性 有没有 其实那就是什么呢 那就是真正的业障 我们一般人 比如说像有的人 有没有 他会去算命 好 然后 有的真的会很准 你们知道这个美干了吗 为什么命运是可以被算的 因为思想的那个惯性 你的特殊的行为的反应模式 在决定你的命运 有没有 所以不是谁在决定你的命运 是不自觉的特殊的心理 思想的那个反应机制 那个反应模式 在决定你的命运 是不是这样 你看你做到境界 你老是做那样的反应 做到境界 你老是做那样的反应 所以不是谁在决定 你感觉 是在那个反应模式 在这个决定 而且常常怎么样呢 常常会是 你这个反应模式 就会引申出更多的 那个模式的境界 给你来反应 其实是怎么样呢 不是那个境界一层不变 是你那个模式一层不变 那所以呢 你会引申那样的一种境界 来怎么样 喂养你这个反应模式 如果没这样的时候 你会感觉你没有尊财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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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说 看那个小狗的主人 跟那个小狗就知道了 那个小狗的主人 可以不必这样反应 但是他如果不这样反应的时候 他会怎么样 会看起来不像狗的主人 有没有 他会看起来像狗奴才 不是吗 但是让他当狗奴才 他愿意吗 看到没有 所以事实上呢 是他的那个模式 决定了他当下的那个境界 也就是他那个模式呢 不断的在决定他当下 对那个情境的那个反应 甚至呢 是他那个模式 制造出那个情境的 所以甚至是怎么样呢 那个模式 制造出他的命运 听不懂呢 我们上礼拜有特别提到 有没有 你看像我们的 如果对于自己内在的 这种反应模式 不自觉的时候 就会怎么样 被这个内在的反应模式 给控制住 其实那就是我们讲的 五音的这种谋生 五音谋 身心之谋 其实那是一个习惯性的欢迎 那么举最简单的例子 因为他非常典型 对不对 上次报纸有看出来 有没有 一对同居人在吵架 对不对 然后那个女方就 刺激那个男方说 好大你把那个孩子 浸下去 要在滋味 有没有 要总把那个孩子 浸下去 浸下去就马上较了 要怎么把它浸下去 看到吗 他完全没有自主性 有没有 完全是被他当下的 那个过去所形成的 那个习惯性的反应模式 给制约 进入一种全然 无意识的状态 完全无意识的 没有选择权的 然后就落下来 那所以他的命运 被谁决定 被他的无意识的 反应模式在决定 有没有 看到没有 这样感情做 而且往往是这样 我们这个无意识的 这种反应模式 会自己找东西 来给自己吃 所以那我两个人 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他喜欢找痛苦 来喂养自己的痛苦 在心理学上有这种的 比如说你看 有些例子 离婚的妇人 然后他 比如说他这个离婚的妇人 他这个 第一个先生 喜欢打他 然后 离婚了 然后他再找第二任的丈夫 还是会这样 常常还是喜欢 用这种暴力的方式 来处理两性关机的 第三任 可能还是这种特性 你会说 他不像那个 就是逃打的 有没有 志愿逃打的 找的 我告诉你 确实是这样 为什么 他的关心 他内在的这种关心 就是变成说 有的人 比如说 他可能从小的时候 他就生活在那种 比如说可能父亲 比较有暴力倾向的 这样的家庭 然后他在 他对于这样的一种 形成了他的那种 特殊的这种 习惯性的反应 没有自觉 然后在那种冲突当中 他反而能够 感觉到自己的存在感 实际上 他是不断的 在受挫当中 找寻自己的存在感 用受挫 来感觉自己的 这种存在 但是他心里头 又抗拒这个东西 但是又在找 这个东西 所以他在找 他的习惯性的习惯 夜市反应习惯的 这个食物 他不是真正在找 一个好的先生 但是这样的事情 他不知道 所以他会不断的 重蹈覆辙 像我们在 婚姻关系上面 在两性关系上面 很多都是这样 那比如说 那你看 如果说 我们再举个例子 为什么说 有的人的命运 他是可以被计算的 因为他有那个 特殊的反应形式 你看 我们大家前阵子 很流行三国演义 有没有 三国演义里头 有很多的计谋 对不对 比如说你看 像我们国中和国小 读到司马仪 跟那个诸葛亮空城记 有没有 你们有没有读过 跟木头过 那时候那个诸葛亮 其实没兵 很衰弱 有没有 那司马仪带着 那个大兵押近 然后那诸葛亮怎么办呢 他想出一个方法 空城记 那他就自己 在那个城墙上面 在那边 会风啊 弹琴啊 然后整个都 好像那个城里头 都没人这个样子 其实真的都没兵没将了 有没有 你们记得这个吗 但是为什么 他又特别在 城墙上面 在那边会开心 因为他怎么样 他料准了司马仪的反应模式 他看透了司马仪的心理机制 所以司马仪在当下 他就怀疑了 这一定是这个诸葛亮 有没有 条过去给他设计 要我进去 进去 给他拱起来 然后就把我见面 他在那边 你看他 诸葛亮在城上 司马仪在城下 要然后适来适去 适来适去 结果怎么样呢 退兵 知道吗 今天你们听到这个 如果 去做什么事情的话 就很厉害了 知道吗 你看 之所以会被算 能被算是算哪里 不是什么未卜先知 这样看到吗 是那个人 在面对某些情境的当下 他会采取什么样的 心理反应模式 在决定的 这个叫做未卜先知 所以你不要小看 小看这种东西 为什么 很多的那个 比如说在那些 在中国历史上面 很多的那些大将 或者说那些军师级的人物 特别在有这种 道家的这种思维训练的 他们为什么那么厉害 平的就是这个 平的就是这个 这就叫做计谋 因为呢 他看清楚 比如说所以 他会去了解说 你这个对方呢 你这个将领 有没有 你什么样的 你是不是好色 你是不是很出心大意 你在什么情况 大概会出什么样的反应 有没有 那你们彼此之间的关 比如说军臣之间的关系 是不是会很猜忌 那很猜忌的时候 你会大概会怎么样 怎么样 有没有 你怎么知道意思 你算是在算这个 不是什么 真的2% 是为什么 他算清楚怎么样 这个人 他活在过去的行为模式里面 所以他就可以从这里头下手 然后预估 甚至设计 要在什么样的情境当中 把你整个给摧毁 甚至不用他把你摧毁 他设计一种情境 你就会自我摧毁 就是这样 所以命运可以被算 就是这个原因 等于说如果说 我们没有办法去自觉到 自己特殊的这种反应机制 有没有 这种反应模式 你就发现会长时期 被这个反应模式给控制 所以练明我们就贴拍 贴拍完 很难改变 有没有 知道这个意思吗 所以为什么再讲生下去了 有没有 所以为什么会这样讲 这种成全世界 放AMA 他那些人 多意思 你是 Zust 习气 这在佛法里头叫做 介乙介相因 其实这是很粘占もの 你看你那种特殊的反应习气 那像什么呢 其实它本身就是一种 既是次力又是引力 其实它是一种磁力 就像说你死体 它是有磁性的 那你看 你那种特殊的反应习气 跟这个习气不相容的人 他不会靠近 跟这个习气相容的人 他就靠近 所以那个境界就出来 所以这叫做戒与戒相应 所以你看那个黑社会的 他们都穿黑西装 其实就是这个意思 你看他们的行为没息 差不多 他们的脑袋 他们的思想 他们的企图 他们的价值观 差不多 看到没有 他们碰到事情的反应的模式 也差不多 大概黑鬼堡而已 看到没有 所以黑鬼人也就会 知道吗 这叫做戒与戒在相应 所以那个戒是什么在决定呢 习惯性的反应模式 所以有些 刚讲你看 那有些人 他不知道自己的这种 特殊的习惯性的反应模式 那结果会怎么样呢 为什么会温顾的生 会搞动 甚至会流生流 风生风 然后老鼠生的儿子会打动 为什么 这样看出来吗 这个不自觉的反应模式 会透过原生家庭的过程当中 传承下去 这就是生命很可怕的悲剧 比如说你看 一个有暴力倾向的父亲 一个对处理两性关系上面 常常很没有耐心的父亲 那他在跟他的 跟他的太太在相处的过程当中 可能常常怎么样 常常很痛苦 很没有办法去处理 彼此之间意见的不合 或者说小小的冲突可能就带来不可开交的那种状况 我们传统很多男人跟女人是这样 我们以前的孩子的时候 我们整个人 那可以说 很多富人人都在那个 站那边在洗衣服 我以前的孩子的时候 我很爱捏鱼 像他们 专门师傅当时 刚才在那的时候 我在捏鱼 在洗衣服的时候 那富人人最好的 比如说阿嬷 阿嬷 阿姨 阿姑 隔壁那些都在一起的时候 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他都在说什么 都在说他们多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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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在抱怨的比较多 就是在 那个 抱怨她的老公 有很多情绪 他们老公的丑陋 阿嬷都很多丑陋 都用三字经这样 然后那些富人 他讲起来就很气 然后很学识底里 甚至这个样子 但是他们可以 还是可以回去 跟他们老公生活在一起 养一下 为什么 因为大家都差不多 因为大家都说 你老公这样滚了 有没有 所以大家一样都嫁到 一个不好的老公 然后大家继续抱怨 然后继续再跟老公相处 然后继续维持生活的这种 大家就 我说什么 一个人出一行 有没有 多少病狗人这样 有没有 然后把那个家庭 多少人扔起来 就这样 但都怎么样呢 带着没有办法消化的 心灵上面的苦难 跟那个抱怨 有没有 女人就会怎么样 一直劳劳 一直劳劳 然后充满怨游 所以你们看我们 以前 很多狐狸人 台北的我不知道 我们那个彰化 乡下 发现很 很快乐的妇人 几乎不存在 像你们这么快乐的是 不存在的 但是常常 不要忘记 年轻的时候 他们也是这样 年轻也是 好像都一绿灰 但是怎么 走下去了 那种 灿烂的 那个笑容不见了 有没有 都变得沉重 变得沉郁 现在 现在常常 看着一个事情 都乱乱乱 像我以前 你那时候 我吃惊我老婆 很怕 因为他常常 脸痕 好像在生气 那个样子 生命的苦难 然后那个苦难 造成没有办法消化 的那种反应机制 然后你看 那些痛苦 那男人会怎么样 女人用抱怨的 男人就 讲三支金 讲三支金 不能就打 就骂 然后就这个样子 那些痛苦的情绪 那些痛苦的情绪 它不是 没有能量的 所以你在边边 你看 你如果是 那种 暴力家庭的小孩 你就会受到 腐蛇 你就会受到感染 就是你会受到 磁化一样 你一个铁 放在磁铁边 你会受到磁化 妈妈会有点 有点那个磁力 他就这样来 所以老鼠生的儿子 会打动 这什么意思 其实这很深 因为你原生家庭里头的 那种特殊的反应模式 跟那种习气 他会怎么样 他会不自觉的侵入 这一个幼小的心灵 那比如说 所以你会发现说 如果在那种 暴力家庭长大的 那种小孩 他大概在他的 情绪管理上面 其实都很危险的 他会有两个特性 哪两个特性呢 一个是 住到那种 不容易安忍的 那种境界的时候 它是一种 暴力式的反应 狂烈式的反应 反应的 好像他们老爸一样 或者有一种怎么样 好像他们老母 喝起来 喝起来不是小花 他压抑住 一直压抑住 他这个样子 你看他都在受苦 老鼠生的儿子会打动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 如果是这样的一种 一种家庭 然后已经 辐射了这样的小孩 他们内在里头 我们说在情绪管理上面的 这种特质的无能 那你说 他结婚 他的婚姻会幸福到哪里去 可能性很低 大家知道吗 所以如果说 不是像以前传统社会 有没有 大家认为说 生生都是床头草 床尾河 所以大家 相忍为小孩 有没有 你们有没有听过 所以我听过 大概很多的女人都说 我都跟她们做好了 都绝对不是因为她爱她们 对吧 都是因为说 遇到这些孩子 你知道吗 大概都这个样子 那真慘 你知道吗 这是很辛苦的一种生命状态 有没有 你不喜欢一个男人 你不喜欢跟他生活在一起 但是你为了已经 布出来的这些小萝卜头 有没有 所以你要继续 隐忍在他的这种 那个特殊的 夜市习记的暴力的阴影底下 隐忍的活下去 但是你的隐忍 在这个层面上面 看起来真的很伟大 对不对 真是苦 但是你在隐忍的过程当中 你是痛苦的还是快乐的 痛苦的 那你那些痛苦的情绪 其实也是怎么样 你看你会辐射到你的小孩 还是一样 所以那个苦并没有因为说 光会令 然后所以得到超越 有没有 所以我们会说 很多人的 他的那个生命的那个特质 其实都不是他能够 就是说不是他能够负起责任的 有什么 那些原生家庭的 辐射有关系 那爸爸妈妈又有爸爸妈妈 有没有 那他又在那样的一个 不自觉的那种生存环境底下 长大 那他也受到辐射 那所以你从这里头 你就看到佛陀的智慧 这众生从无死结以来 不知道怎么一回事 有没有 就被这种无名盖住了 所以他对于自己呢 当下的那种反应模式 他根本没有办法自觉 无名盖住 所以他又会怎么样呢 只是想要在当下 不断的去满足他的自我 满足他的欲望 那我们常常又看到了 有没有 那在境界当中 常常是怎么样 所求不得 一所求不得的时候 你就发现 那就是什么 那叫做怨证会 有没有 就对到无解的事情 无解的事情 在对到的时候 他会怎么样呢 没有办法去知觉到 自己特殊的这种心理机制 跟这种形成的这种反应模式 他怎么样 他就把他内在的这种 无名的痛苦 有没有 他就把他标出来了 所以自己在当下 又变成怎么样呢 再一次碰到这个 不可一进的时候 强化了自己这种 无名的这种反应习气 有没有 这样看到吗 然后又把这个 无名的反应习气的 这个痛苦的这种辐射能 有没有 又把他辐射出去 辐射给谁 辐射给他老婆 给他小孩 然后就不断的 你看 生命呢 不断的在这里头重复 所以他会变成怎么样 这个事实上叫做 这就是所谓的业障 所以业障呢 不是什么神秘的事情 业障呢 我们先来看 业叫什么呢 业就是自己的 身口意的行为 叫做业 那他为什么变成障碍呢 就是你对于自己 当下的身口意行为 的这种表现 有没有 他的怎么样呢 他的因 他的缘 甚至他要所承受的 这种结果 你都怎么样 视而不见 或者你根本就不知道 为什么 因为你直接在 对当下的情境里头 怎么样 像动物一样 是怎么样 反射性的 就是说 你对于当下的状态呢 是陷入一种 无意识的状态 所以直接就由你 原本的常识起来 形成的这种 特殊的业力习气 所磨受出来的 那个反应方式呢 在做反应 好不好 是不是这样 就刚讲 那个女人跟那个男人 讲说 不然你好大 你把那个小孩 沾下去 一直沾下去 有没有 凭什么 就进入无意识状态了 放弃中而已 好吗 就像狗一样 有没有 马上咬了 就这个意思吗 所以那是完全 进入一种 畜生道的方式 完全本能式的 在反应 而这个本能 不是生命的本能 这个本能是 习性反应的本能 这样够清楚吗 所以你看 这样是不是像附魔 有没有 被附身了 有没有 这个其实就是 真正的附魔 被你的 生命的 过程当中 所累积下来的 不自觉的那种 夜市习记 有没有 控制了你的生命 控制了你的反应 让你在当下的 境界里头 没有办法怎么样 保持在一种 亲民的 有觉知的 所以对当下的 缘起 对当下的 可能的反应 所带来的这种果报 完全没有自觉 你如果有自觉 怎么会把那个婴儿 丢到那个 那个滚烫的 热水桶里头去呢 知道吗 是不是这个样子 所以你看 这个叫做 夜 然后它变成 生命里头的障碍 看到没有 好那再来看 为什么会 这个样子 看到吗 无知啊 所以在佛法里头 有三个概念 有没有 一个叫做 所知障 一个叫做烦恼障 一个就会变成业障 看到没有 你讲我现在讲 其实就是这个 只是我用现代的 这种生命的经验 有没有 甚至现代心理学 来阐述这个东西 你看 就是对于自己的 行为模式 跟对于这个生命的实相 你不如实之 有没有 所以有所知障 对自己的反应模式 对自己的反应 所带来的因缘果报 你看你不知道 有没有 所知障 所以你在当下 触到境界 你完全变成一种 被动的状态 所以行听 怎么 不然你看 你就会很 称星火升起 有没有 不知道如何是好 有没有 那就叫做烦恼 痛苦就起来了 有没有 痛苦起来了 那你看 你又在当下里头 你又不知道 看到没有 你不知道这个痛苦 是源于你对当下 处境的不如实之 对当下处境的 这种抗拒 然后在抗拒的当下 过去的习惯性的 那个 我们说那个 业力之身 有没有 那个痛苦之身 那个习气之身 有没有 那个五音的谋生 有没有 他崛起了 对这件事 你不知道 所以在那个痛苦 跟烦恼当中 你看你怎么样 你整个推动 变成你的行为 或者说语言 暴力性的 有没有 就变成伤害 你看就变成业障 看到没有 那真的是 很可怕的业障 也很可怜 有没有 你看那个 那个把那个小孩 进到热水锅里头的 那个男人 他会 他如果 没有经过我们 这样的了解 他会一直把他 那个模式 跟自我认同 所以他会一辈子 活在悔恨 跟罪责里面 他没有办法释怀 那他如果 你看 就是因为 他是这个样子 所以他才会 做出那样的行为 那他如果 对于自己的 特殊的夜市习气的 这种反应方式 他知道 他会怎么样呢 他在当下 有没有 所以我们一直讲说 平常就要练习禅修 就是这个意思 正念 有没有 那个习气的力量起来了 他能觉知 是念处 有没有 觉知 所以不会被当下 升起的这个强大的称心 有没有 所带动的这种 五音的谋生 我现在说 我现在说 这些时候 比较浅 但是你把它想看 你看 你触到那个境界 当下不可以 对不对 不敢 你看 不敢 你现在的欢迎心 就是一个冲动 讨厌 有没有 抗拒 你看你那个心 升起的时候 它会变成怎么样呢 你对于心是行 行音 你对于你的行为 你看你就会有一个想 想要怎么样 不想要怎么样 有没有 那个叫做想 那你对当下的那个 那个状态 所升起的 那个痛苦的觉受 有没有 你没有觉知 但是你被他驱动 所以那个叫做苦受 然后驱动你的身形 你的整个身体 有没有 摄音 那你看到没有 那你在当下 是进入一个 无意识的状态 你看 摄受想行是五音 完全具足 但是这个 这样的一股 具足摄受想行是五音的 这一股 身心能量的这种展现 对于当下的这个心理来讲 却是完全是没有办法自觉的 这样看出来吗 所以那个叫做附魔 其实是被自己的习气的 魔神给掌握住 那你看 那如果说 对于这样的一种 自身的这种习惯性的 这种反应模式 你没有办法自觉 看到没有 生命怎么会有真正的 自在跟喜乐呢 你对自己的生命 没有办法负责的 看到没有 就像说我们看到 那个男人 没有办法为 其实没有办法 为这件事情负责 但是呢 他在人间事里头 还是要去承担 那个痛苦跟责任 有没有 但是我们从法来看 从生命的实相来看 知道他根本 没有负责的能力 其实讲到底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一点 真正能对自己 生命负责的人 是什么呢 觉悟者 只有一个真正觉悟的人 他能够去穿透 这个习气的这个魔杖 所以他会 在他自己当下的情境里头 保持一种 强烈的这种正知正念 所以对自己的起心动念 对自己的觉受 对自己的心灵的取角 随时都在他的关照底下 所以他能够完全 对自己的起心动念 到深口意的行为 到自己的行为 本身所带来的结果 他能够完全负起责任 那你没人没办法 那就是因为 他能够对自己的 深口意的行为 他的起心动念 跟可能产生的结果 都能够负起全然的责任 所以他怎么样 他是完全自由的人 你看到吗 你看那那个把小孩子紧了 他就是不自由 他就是对自己的生命 是完全 当下的状态 是完全无知的 有没有 知道这个意思吗 所以我们如果越了解 你就看到 我不是在 不是在批评那个男人 我的用意不是这个样子 我的用意是 那真的是一个很悲 一个很深的那个悲剧 很深的一种苦难 但是让这个苦难 让他有意义 就要这样 让更多的人 透过这个男人的苦难 了解到说 他的苦难不是他的苦难 他的苦难 是我们每个人心灵里面的苦难 那这个男人 跟这个小女生 手受的苦 就有他的意义跟价值 所以我不是在 我不是在批评那个男人 我没有这个意思 知道这个意思吗 所以从那里头 我们看到什么 那个就是真正生命的 深沉的这种苦难 所以就你看 你如果没有办法 自觉自己的这种 业力习气的这种反应模式 哪里会有什么样 真正的那个幸福快乐的人生呢 甚至你在找所谓的 幸福快乐的人生的过程当中 其实都怎么样呢 都是被你的无名业力 推着在走的 你没有选择权 表面上你在做选择 但是其实不是 他是被业力在推 无名的 那个业力就是无名的 那个习气在推动 所以你会发现件事情 常常都会某一种人 他常常犯的都是怎么样 同样的错误 就是这样来 好 那个我们先跟大家分享到这边 先休息一下 好 那我们那个开始上课 刚谈到说 其实我们人的命运呢 不是谁在主宰的 在操弄着众生的命运的呢 不是任何的主宰 没有任何的鬼神 也不是所谓的上帝 是众生内运着的呢 那种无名的业力习气 他那种无名业力习气 所铸造出来的那种习惯性的反应模式呢 又往往跟他的原生家庭有关系 那刚刚有同学问到 那对于这样的一种 那对于这样的一种 前阵子我刚好有一个大学的教授 然后他有一个朋友打电话给我说 那个周老师 另外那个教授朋友 他最近可能那个情绪不太好了 甚至可能好像有点忧郁症的现象 然后要我去关心他一下这样 然后我就打电话给那个教授朋友 就发现说 我就跟他讲说 你的情绪好像很不好 因为电话筒一拿起来就知道了 情绪很低 很没有力气 然后我就问他说 你是不是 那个 他说是 那你的背是不是已经很紧了 很硬 他说是 我说那你是不是常常 情绪不是很好 他不好意思 因为他教授 他就说还好啦 这样 我就问他说 你有没有去游泳 因为我之前我有建议他 你至少去游泳 他说没有 他说那你有没有去练太极拳 我说没有 那你有没有至少一天 给自己四十分钟喝茶或喝咖啡 没有 他说那你有没有至少 给自己四十分钟发呆的时间 没有 然后他一讲就变成 全部都是他 现在在生活上面那些 我们说一般讲叫做 杂七杂八的那些 让他很烦心的 琐琐碎碎的事情 那在那样的状态里头 你看 他的身心的能量 已经事实上不够支付 他平常的讲课所需了 有没有 那这时候他会怎么样 一定常常就陷入情绪这么低 有没有 然后很不舒服 那很不舒服的情况底下 他原本的那种 比如说那个脾气不好 然后甚至以前受伤的那种 所形成的那个痛苦的情绪 都会不自觉的夹带的 就会跑出来 就说他原生家庭里头 所铸造的那个伤痕 也会这样跑出来 所以我要说的是什么 好了 教育很高 知识水准很高 有没有 会不会改变 不一定 但是我要讲的 就是说不一定是比较谦虚的 大部分的情况实际上是不可能 因为那个不是改造 那个没有办法被改造 那是要怎么样 那要被超越 所以要怎么样呢 要当事者本身 对于自己的特殊的生命的 这种反应习气 这个模式有没有 能够去充分的了解觉知 他了解了 有没有 然后所以呢 对于他在六根促进当下 他那种模式在起来的时候 他能够 才会进到第二个层次 觉知 然后觉知之后呢 他会怎么样呢 他知道呢 就刚讲那个问题 这个只是一个习惯性的反应 他不会去跟他做认同 自我不会认同这种反应模式 所以他会怎么样呢 他的心 或者说我们这个时候 他的自我就能够对这个模式怎么样 采取一个比较有距离的这种观照 所以就有空间出来 那他再加上 比如说他心灵上面的这样的自觉 能够在当下里头去消融 有没有 消融自己生起来的那一个习气的 那幻影的力量 其实那个是什么呢 那就在原始佛法里头讲 那叫做苦患身 痛苦跟烦恼所聚集形成的那个身 所以佛法里头的这个身呢 他都有聚集的意思 身就是一种聚合 那这个贤枯有没有 身是一个四大的一种聚合 但是这个身呢 包含的什么呢 心理的 生理的 聚集起来 所形成的那样的特殊的苦患之身 这样看得出来吗 你看像我们大多数的人 有没有 通常有时候都会 年轻人比较不会 或者比较不自觉 因为年轻的时候 他生命能量比较高 那我们大概 人经过中年 对 经过比如说可能经过 几场恋爱的失败 对 或者经过那个婚姻上面的几场冲突跟折挫 有没有 然后小孩子之间的形成的那个压力 有没有 然后在事业上面呢 或者在工作上面呢 多多少少的那种隐忍 有没有 然后竞争 然后那个自我表现得不到肯定 然后种种的内伤 有没有 那你刚看 这些整个的生命经验 他就会 跟你原本的 原生家庭里头 所带来的那个痛苦之身呢 一直黏在一起 跟他两体一样 他就会黏在一起 贴合起来 贴合起来 然后那所谓行程呢 你会发现说 常常 我们看到 到了一定年纪的人 你会发现 那说人家在跨面就在 有没有 人家在跨面就在 有一个 我在一个那个 一个地方吃饭 然后那个视角很特别 刚好在吃饭 然后看过去呢 刚好这边是一对那个 那个 情侣在谈恋爱 然后这边坐的这个 这个女生呢 因为她在谈恋爱 看出来就知道她在谈恋爱 哇 真的像花一样 然后那个 很开心 然后很开心 然后背后坐着一个呢 像我妈妈一样的女人 坐着眉头 痛苦的 虽然她擦了粉 但是你还是看得出 她的那个容颜 是比较暗淡 比较黑的 很不高兴 然后她 因为她很不高兴 所以她眼睛射出来的时候 你会看到 她对于这个世界呢 她形成一种敌对 敌意 因为她不开心 那这个在谈恋爱的小女生 你会发现 这个时候的世界 对她来讲是天堂 因为她像花一样在开 然后后面那个太太呢 她在抗拒了 她整个的生命境界 那我们会看到说 她很痛苦 但是她可能 她不知道说 她的痛苦怎么样造成的 她可能会抱怨说 可能是她先生 或者她的小孩 或者她的 可能比如说 或者说亲人顽固了 有没有 但你会发现 她就是痛苦的投射 充满敌意的 那样的一种眼神 在对待这个世界 看到吗 苦患之身 我说那个妇人 表现出来的那个当下 就是佛法里头的苦患身 这个苦患身 说她包含什么呢 你看像身体里头的 生理上面的这种痛苦 比如说你看像 你看女人很明显 旌旗 她就会让你情绪不好 有没有 然后再来怎么样 更年期 然后再来怎么样 空朝期 那你看你到经过 你看比如说 你看原本 其实男人也这样 只是这点男人不太自觉 男人也有男人的旌旗 它是有周期性的 跟女人其实是完全一样 但是因为没有那个 没有经学 所以男人对这件事情不清楚 但是你如果 去观察的时候 也差不多是四个星期 你的情绪也就是那样的韵律 然后她要来之前 你一样情绪非常不好 你也感觉整个世界 都是不对 所以我以前常常讲说 女人叫大姑妈 男人叫大姑爹 大姑妈来的时候 你要多包容 大姑爹来的时候 也请你要多包容 就是这回事情 就是这个样子 但是你看 这是生命里头的自然 那你看 这个纯粹生理的问题 你如果没有自觉 有没有 你看它会变成你的心理 然后变成怎么样呢 你面对痛苦的时候 的固定的反应模式 身体不松快 有没有 你就会压着 就变成情绪 你看它就变成那种模式 就这样来 有没有 那所以那你如果 这种模式变成 碰到不合一的境界 你看我们心就会压着 有没有 压着 然后会加强 甚至加强这个痛苦 增长这个苦患之身 有没有 所以你在对当下的境界的 抗拒的时候 它就在喂养你这个痛苦 烦恼之身 看到吗 这就是我们说 死命来人 所以 佛陀讲这个苦 这个苦地 其实是真的很深 那苦地很深 你再看到说 这个苦 造成这个苦的苦的聚集 更深 你看你不自觉的 众生他不自觉的 在这个过程当中 就会不断地聚集 这个苦患之身 那他在聚集的时候 他不知道 他对自己呢 情绪的反应 然后呢 情绪的反应 所形成的思想状态 思想状态呢 所推出来的 那样的一个生命的 这种冲力 他对整个过程 他完全不知道 他不知道 为什么会这个样子 所以他怎么样 他没有办法 透过教育被改造 所以他怎么样 他是要透过自觉 自觉之后呢 你要怎么样 知道生命有这种特性 所以咱们要学习着去超越 比如说像 上上礼拜 我有跟大家提到说 有一个20世纪的奇葩 欧修 我第一次知道说 男人也有惊奇 就是从欧修的书里头发现的 欧修 那他在这种修法上面 所以他就提醒我们怎么样呢 纵使是 特别是他就 因为女人比较知道的 他特别是提醒男人 所以你要怎么样 注意自己的生理 心理的周期 那所以他怎么样呢 就提醒说 注意自己的周期 然后所以对于你特殊的 比如说那那个 你像女人一样 女人也是这样 这是一种女人 也应该共同的修法 你的越是要来的时候 那怎么样 你就会觉知到自己身体的 情绪上面的这个变化 那你要怎么样呢 你就要带着高度的觉知 怎么样呢 因为怎么样 因为你要进战场了 你要进战场 因为下来的七天 怎么样 就是你的情绪会非容易 受到外面的刺激 就会变得更不好的时候 所以你要怎么样 你就要在这个之前 你就知道来了 要进这个战场 所以怎么样 带着觉知 随时保持这种高度的觉知 而不是去抗拒当下的情绪 你知道情绪会那个样子 你知道身体会有种种 那个不舒服的那个感觉 但是你要怎么样 带着觉知 就接受 有没有 然后觉知不转进去 其实如果这样修 有没有 知道吗 这样修其实就会开悟了 所以我最近看到一本书说 现在的世界里面 现在世界里面 开悟的女人绝对比男人还多 因为你从这里看到什么呢 痛苦的情绪 它会激扬起心灵去寻求出路 而找到这个出路的人 他就是怎么样呢 对于自己痛苦的苦患之身 有没有 这个痛苦的情绪呢 知道她的生气 知道她的因缘 而保持在这种 如此的觉知上面 不随转 那你看 那女人 她常常她每个月 都要这个样子 27天 28天 有没有 那她如果懂得这样的方法 懂得这样的方法 她会怎么样 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她会超越这个生命 本体性的那个苦难 我说这是本人 生理上面 这属于本体性的 这种苦难 那她对于当下的身体的 比如说荷蒙的问题 所带来的这种情绪的反应 有没有 然后她能够怎么样呢 觉察 不随转 觉察不随转 所以她就对于她的身心的 身心的这种觉受 就会产生高度的这种觉知力 而且她能够怎么样呢 不随转 那你看 她如果能够在 旌旗期间 不随着她的生理心理 这身体跟心理连在一起了 这个时候的生理时间 有没有 生理心理时间呢 她不随转的时候 你看 其他的21天 是不是一定会比这7天更快乐 看到没有 所以如果 有这样的这种知觉 那你看 她就能够 第一个层次 有没有 你看她对生理所造成的 我们那种习惯性的痛苦 情绪的反应 她就超越了 那问题是在这个地方 其实这是最根本的 所以你如果能够超越 生理的这种机制 所带来的情绪反应 其实她就像一个解脱者 你会说吗 她就脱离了 她的这个层次 很根本性的 苦患生的掌握 看到没有 所以她的心灵 她的心的那个自由度 是不是就已经很高了 那所以她等说 她随时在 比如说 那其他的就很容易处理的 她碰到 外面的境界 产生不舒服的那种心理觉受 对她来讲 因为那个没有根 不是像生理 它是有根的 它没有根 所以那个苦受 对她来讲 是比较浅的 她连这种夹带着 根源性的这种生命的苦难 都能够觉知而超越了 这种没有根的这种痛苦 对她来讲是什么 我跟她顶骨钢 有没有 就吃一下而已 她能觉知就能舍断 所以在这面 在这样的一个层面上面 有没有 我相信 我相信什么呢 这个世界 女性的觉悟者 应该是比男人多 为什么 因为女人的那个 那个惊奇痛苦 而且明显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找出入的女性 自觉性会比较多 比较高 那男人呢 所以男人 男人就是这样 他对痛苦 他不太能够去消化 因为他没有自觉 不是他愿意的 所以他怎么样 他不知道 所以他这当时 他对到境界 这大股爹来了 就像这样 因为对于这个 身体的这个机制 这个痛苦机制 他不自觉 那再加上 这个对痛苦的机制 的不自觉 所形成的反应模式 有没有 又不自觉 所以他触到境界 所形成的那个苦感 会跟他原本的 整个就会贴合在一起 跳不出 就在黏起来 本来是小事情而已 是怎么变大事情 就是这样来 他跟他的痛苦之身 苦患之身 连在一起 所以他就怎么样呢 他就要找出入 那找出入的方式 是什么呢 怕 咳 讲脏话 喝酒 逃避 那就是他对他的生命 对他的情绪 他没有办法驾驭 你看他完全不如实之 不了解 所以也没有办法 在当下生起的时候 正念觉察 所以完全没有办法超越 那他寻求的方式 就像这样 就是麻痹 再去吃鸡 或者就是到最后 或者说那种 暴力的方式 去平衡 他的内在的 痛苦的能量 但是其实那不是在平衡 那是在干什么呢 喂养 在吃那个苦患身 在养那个痛苦的无音模 是在给他吃东西 你把他吃 你看 因为你再一次重复那个模式 他就在得到养分 你就等于再滋养他一次 所以他就会变更强 他就会更强 所以很难去超越 所以如果说 真的是要去超越这个 业力习气的这种反应模式 就是要有这样的机会 你要能够听到 听到之后呢 借由你的身心经验去怎么样 去找到 找到就是看到自己 那个特殊的业力的 那个反应模式 看到他怎么样 看到他带来自身的这样的苦 带来别人的这样的苦 然后你又看到他什么 他是没有原因的 没有任何人在造作他 所以你不能想说这股老婆害我 没有 你老婆也是他老婆害的 你自己撒就没人害的 没有人 你看到没有 没有一个造作者 都是在六根促进的当下里头 随着那样的因缘条件 不自觉的 就像佛陀讲的 在无名的覆盖底下 跟浴滩得不到满足的 这样的一个交产的冲动当中 不断磨溯出来的 所以没有人是 没有人是那个罪亏祸首 你找不到那个人 这样知道这个意思吗 那你敢听说 对吧 那是一个无名的传承 对不对 是不是这个样子 不是老婆他故意这个样子的 就好像 就说那个男人不是故意的 他不是条过的 你怎么能定义的罪 其实从佛法来看是这样 现实上面 法律上面他要负责任 但是就生命来讲 他凭什么负责 他没有负责任的条件 就像说你没有办法叫一个 那个从小 等说在暴力家庭长大的 那个男人 有没有 然后呢 他会变那个 在他没有自觉性的学习之前 他会像圣人一样 不可能 那所以你就从这个角度 你就知道我们没有办法去怪我们的爸爸妈妈 知道吗 没有办法去怪任何人 看到没有 看这就是苦的深度 你真正去看到这个苦难的这个传承 苦难的这种遗传 苦难的聚集 你竟然是没有一个造作者 没人跳过也 但是没人跳过也 这种痛苦 有没有 这种痛苦烦恼的这种聚集 却不断的持续下去 这就是生命的苦 他就是这样 所以你有了这样的了解 我们就怎么样 你就看到一件事情 你真正了解到 所以怎么样 你不会去怨恨你边边的男人 如果因为男人的受伤的 你今天听完之后 也许你经过自己更清楚的那个反省反出 你会对那一个 看起来好像在伤害你的那个男人 很同情 因为事实上 他就是不断的在伤害自己 他没有办法停止对自己的伤害 他就是那个样子 所以他不断的在用那种暴力的方式 用伤害别人的方式 他停不下来 那如果你是受到一个男人 男人的伤害 你就会去了解的那个男人 不是条过也 你如果是受到一个女人的伤害 你就知道说 那个女人不是条过也 他也没办法 因为那是一个苦患生的 不自觉的 有没有 的那种聚集升级 就像我们上礼拜讲的 像那个从海平面底下的海怪 他突然升起来的 你要叫吃虎枪 有没有 这样清楚这个意思吗 那你看心里头的那个 就会去释放 有没有 了解吗 我们现在讲那个业力习气的超越 所以刚讲说你不知道 就叫做所知掌 那你看你现在知道了 而且知道之后 你自己去体验 体验到一定的那个深度了 有没有 你会对这个苦自己跟别人的这个 业力的推动底下 所铸造出来的铸杖 有没有 一个金字旁在一个 所铸造出来的这种苦难 你会有很深的慈悲心 都没法理 没有人有办法 如果他不知道的时候 有没有 因为他有手之障 所以他有手之障 对自己的反应方式不知道 所以他就不断的在苦患之身里面 在痛苦烦恼里面 那对他这个痛苦烦恼 因为他不知道 他没有办法消化 所以他又怎么样 不断的制造这些苦患之身 好那这样看到这边 有没有 所以要超越这个业力习气 看到没有 要去知道 要去看到 你才有办法超越 好那你看什么叫做知道 就看到说 这样的一个生命在 各种境界的接触当中 如果不去自觉它 就容易被过去的习惯性的反应模式 给控制 要知道这件事情 然后第二件事情 知道说绝大多数的人 其实都被这种反应模式给控制 所以当别人 有没有 被这个夜市习气的 这个苦患身在驱动的时候 我们怎么样 能够同情 能够了解 不必去怎么样 火上加油 像刚刚这个小姐讲的 麦盖消灿 麦盖消灿 就是一种很深很深的慈悲 了解之后 你不跟着卷进去 有没有 也不是去选择它 有没有 也不是去让它更狂乱 有没有 你带着深深的这种觉知 保持在当下 其实就是对它最大的一种守护 这什么意思呢 为什么这样 你看 当你的那个习气 苦患之身升起来 有没有 最好太多 你看 不是去压抑它 有没有 也不是去赶快推开它 那当然更不是水转 有没有 是怎么样呢 很温柔的 很全然的 保持在当下 对这个五音的这个苦患之身 升起的时候呢 你看 你保持一种充分的觉知 只是觉知 有没有 吸气 只是觉知 赌气 就是觉知 就是觉知 有没有 那你看 那你对当下 那个原本很骚动的 痛苦的那个苦患身 你看 这就是对它最大的慈悲 它在这样升起 它现在有这样的能量 有没有 那你只是看着它 你对它没有任何 没有任何评价 没有任何论断 有没有 也没有任何认同 没有任何抗拒 因为它就是这样 知道这个意思吗 没有谁 你们自己深入去看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我在讲这件事情 没有人 没有一个人 在里面跳过 那就是一个 痛苦的情绪的累积 所形成的那种 我们说色受想行事 当下呈现出来的样子 一个习气的幻影之魔 就是这样而已 要这么无人 但是你如果不知道这件事 你跟他认同 有没有 你就会给他养量 或者你跟他认同 你就会怎么样 有的就变成很怎么样 有同学会这样 很自残形 所以我怎么就这样 我怎么卡在里面都这样 有没有 他发现他改不过来 然后他会对自己很无力 这就是怎么样呢 这个就是一样 重到那个被那个 五音的苦患之身 有没有 又沉入去了 你对于当下 你对于当下 这一个苦患之身 升起 你觉得无力的时候 其实就是又进入 这个循环里面 就是你对他认同 他是我对他没来 我如果这么差 我如果这么坏 有没有 就这个意思吗 所以你要能够 对当下是怎么样 包括对这样的反应 你都能够保持觉知 就只是觉知 看到没有 那你看到你当下 对这样的一个状态 在觉知 有没有 他就在超越 你没有给他食物 你没有给他食物 他就肚子就在地牢 在地牢 他就越来越没有养料 他的营养不足 他就越来越没力 那他到最后就沉浮下去 到最后就消失掉 所以这是要透过觉悟 对 了解之后 有觉知 所以对他当下 在升起的时候怎么样 觉知而不抗拒 也不水转 也不平断 那这样透过这个过程 你看我们 你就看出来 这里头有一个秘密 心灵的能量 会变成怎么样 会不断的来壮大 这个对当下的觉知 其实这个就是 龙博中讲的觉信 这个就是佛法里头 讲的正知正念 其实这个觉知 对当下的觉知 其实就是觉悟的力量 就是觉悟 就是觉悟 其实就是 本身就是小小的开悟了 你看你对当下的 这样的一个习气的充力 有没有 你看你能够保持觉知 都没有认同 都没有抓取 有没有 然后呢 你看稳定在那个觉信里面 这就是开悟 你就会慢慢看到这个什么 这样的一个当下 你看他心是明的 没有落入五阴谋里面 所以他是解脱的 看到没有 他的心动还是解脱的 这就是2500年前 释迦摩尼佛讲的 七觉知的修行方法的要点 对当下的境界 保持政治正念 有没有 正念 然后你怎么样呢 比如说那看到自己 那个有投入 有认同 马上能够去跳出来 责罚对峙 那你不认同之后 会怎么样 心平衡 心不认同了 采取觉知 平衡的心 慢慢你的心稳定了 稳定之后 你就进入那个真正的平衡 刚开始是为了平衡而平衡 那你在这个为了平衡而平衡当中 我们会不断的保持这种觉知 那所以在这个过程 你看你的心对当下的那个定力 它升起 其实这就是正定 这就是真正的正定 那你正定升起的时候 你看心就达到平衡的状态了 这时候心会像镜子一样 它就像是一面子 所以你看心像镜子一样 这就是决心 所以它这个时候会怎么样 明 空明的那个明就出现了 心没有认同这个五音谋 你看你当下在解脱的境界 所以佛多说 随时有没有 克服我们的业力习气 其实就是五概 处到境界的时候 你看认同他有没有 贪心生起 得不到满足 春心生起 有没有 没有正知正念 所以昏沉调回 有没有生来生去 有没有 这就是五概 所以随时在当下 保持正念克服五概 有没有 然后以这样的正知正念的力量 对于当下的深受心法 就是我们一直提醒 就是识念处 当下的身心状态 保持觉知 有没有 住识念处 修其觉知 你看正念 平衡 定平衡 你看你会通达明解脱 就体验到这个决心 体验到这个解脱的境界 其实就是这样修 那你看 那只要 只要你有一次这样的经验 一次就好了 一次就好了 你只要有这样一次 对于当下升级的这个苦患身 透过你的觉察 然后随观不动摇 有没有 然后到最后这个苦患身 这样自然而然 这样消退而去 然后你看着那个决心 有没有 那个稳定不动的 这样的一个经验 只要你经验到一次就好 其实这就是觉悟 那你有一次这种觉悟的经验 会变成怎么样 你看你生命的自信出来了 你就不怕了 你不怕说 那又起来要怎么 又起来也是这样 比如说你对你过去的 这种生命经验 所带来的那种夜市习气的 那个引力跟拉力 有没有 你已经无所畏惧了 因为你知道他就只是这样而已 你如果不水转 你不给他吃东西 他就没有力 有没有 是不是这个样子 所以你看你那个 对于生命的那个自信 对那个觉悟的自信 这什么呢 对于离断痛苦烦恼 佛陀讲的苦昧之道 你看你就充满自信 所以他不是说 我要到山上去禅修 我要让我脑袋里头都没有念头 有没有 然后我要入四禅八定 我要怎么样 不是那个样子 是我们在生命的 活生生的那个当下里头 去觉知到这股生命能的运作 有没有 然后在这个生命能的运作当中 种种的冲撞当中 我们变成能够非常自觉性的去了解 然后呢 当下保持正知正念 不随着 我现在说这股的不恰当 就是所谓的不恰当的能量的运转形态 不随转 就是我们的苦患生的那个特性 你不去随转 你就发现一件事情 你随时都有可能 觉悟 甚至呢 你随时都可能保持在觉悟当中 保持在决心里面 这样清楚吗 所以他不是到哪边去修的 你特别去找风华心 就看出来那个矛盾了吗 他跟你实际在发生的生命经验 是没什么相关的 我要离开一个环境 有没有 咱们要孤一下 那是在孤的当下 那你回避了整个生命的可能的情境 让心安止下来 那是一种训练 有没有 训练心的安止的力量 那是有帮助的 但是那个训练要干什么呢 是在我们的 实际在发生的生命之流当中 有没有 培育出一个生命的一个 心的一种稳定安止的力量 有没有 所以这是禅修的一个基本要点 那你有这个稳定的安止的力量干什么 不是等说 现在同样结束和乱 下次再来动中禅 去禅修的时候再来修 不是这样嘛 对 是你知道有这样的稳定的力量 所以要拿来生活上面用 拿来生活上面用 就是变成 你看心稳定 接受当下随时发生的这种 身心现象跟身心状态 包括我们特殊的这种 业力习气的反应模式 他在升起 那你看怎么样 因为我们心稳定 觉知他 因为心稳定 觉知不随转 你越觉知 越觉知 你就越不随转 所以事实上是这样 你越觉知 安止的力量会越高 所以佛陀有讲 修观 有没有 会增长 子 就是你对当下境界的这种 稳定的这种觉知 更会增长 心的这种安止的力量 那你心安止的力量越强 你看会帮助你的绝观 所以这叫子观双运 所以他像小鸟的两个翅膀一样 就是这个意思 子跟观 这样知道吗 所以他不是 他不是让你 不是说在你的身心经验之外 去修行 不是 暂时性的 让身心远离这些 骚动 跟太大的这种负担 有没有 去进行禅修 那是非常好 也非常殊胜的 那透过那个 暂时性避开一些 比较难以承担的境界 而去尽心禅修 所培育出来的 子观的力量 有没有 就是要我们来 处理 每个时候 每个境界 在发生的生命事项 让我们 不去随着 无名的夜市习气之流 而流转 他是这样来 对 这样才有可能 超越那个夜历习气 有没有 那你看 所以 如果一个人 众生 我们说 就是所有的生命 那我们这边讲 主要就是人 有没有 对于 生命在发生的当下 如果他没有这种 正知正念 他就会变成 他过去的习气的奴隶了 他就是这样 所以 自觉性的 改变自己的观念 我们说 转念 就是要转这种念 什么样的念呢 生命的解脱 不是在未来 也不是在山顶 才会快乐 生命的解脱 就像佛陀讲的 即身观察 原知觉知 宪法通达 不带时节 都是在你当下的 身心现象去观察它 即身观察 不一定是什么时钟 就是你随时能够 对于自己的身心现象 住 思念 住 修 其觉知 都有可能在怎么样 宪法通达 就是通达 虐盘 体验到这个虐盘 体验到这个觉醒 它就是这样的修学方法 所以我们说 如果说像我们同仁 都是在有这种 修行上面的这种欲愿 你看 修行的观念不对 你会变成 修行又会变成 生命的压力 你会去抗拒 生命的实相 以为修行 要跟生命是脱开的 那所以呢 你没有办法 真正融入你的 生命之流里面 甚至你会抗拒 生命之流 那所以它就会怎么样 错误的这种 禅修观念呢 它反而会 迟缓你 开悟的契机 如果你没有办法 开悟 因为你一直想 心外求法 你一直没有办法 真正活在当下 那你没有办法 全心全意的 活在当下 怎么可能觉悟呢 觉悟 它不可能是在门眼材 也不可能是在过期 有没有 觉悟一定在当下 它一定是当下在发生 那所以如果观念 调不过来 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没有那个自觉 不知道说要随时 让自己的心 回到当下 全然的 充分的去觉知 当下所发生的 这些事情 然后呢 随时保持在一个 全然 不随转 的那样的一个心境 这什么意思呢 觉知到当下在发生 所以我们的心 第一个选择会怎么样呢 你就不会去抗拒了 你就不会抗拒 所以当下就没有 自我分裂的问题 那你没有抗拒了 并不表示说 你不去处理事情 是你在心 没有抗拒的情况底下 有没有 那该怎么样处理事情 就它的缘起的条件里头 做最恰当的回应 所以你会变得是怎么样 是非常省力的 而且随时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会看到这样的事情 如果对境界 你看你对境界有抗拒 对境界的抗拒 你看苦就在聚集 对境界抗拒 本身是苦 那你又在抗拒当中 去加强它 所以苦就聚集 所以你看你在境界当中 随时看到苦 随时看到苦集 这个看不到 不是眼睛看 你看到没有 它是你心灵里头 很深沉的 如实的觉知 痛苦这样在聚集 看到那个苦患生 这样在被喂养 在壮大 有没有 那我们会怎么样呢 你看你完全 如实是这个苦 跟苦集的过程 跟因缘 所以你看你 这个时候 你如果正念强 你正念强的时候 心不太可能 就把它出入了 是正念的力道不够 所以心才会出进去 就是认同了 涉入了 水转了 那你如果当下 正念具足 你会怎么样呢 因为你看到 造成这个苦患生 继续强大的 这个因缘 所以你会怎么样 你就会去舍断 那个因缘 所以你就能够怎么样 体会到当下的 这种苦魅 其实就是这样 那你看你体会到 当下的这种苦魅 所以心才会怎么样 平衡 心平衡的当下 那就是什么呢 心都没有任何覆盖 这样能体会吗 你看他没有被投入过去里面 他也没有在抗拒当下 所以他没有在投射到未来 他的心没有在过去 也没有在生命来 你看他的心会全然在当下 那全然在当下的那个心 所产生出来的那个状态 那个就叫做民解脱 他没有任何覆盖 民 很亲民 民觉 没有任何痛苦烦恼 所以他解脱 所以如果说 你看 没有建立 正确的这种生命的 知见 能够观念 有没有 就说思想观念错了 那我们 在人生里头 就说 想要去找幸福跟快乐 那把自己的幸福快乐呢 都设想在说 嫁一个好老公 老公不太好 就希望说 以后 那个养个好儿子 那养个儿子 如果不是很好 那想说 那至少 阿伯 娶一个好媳妇 有没有 那媳妇 又不太好 阿伯 希望说 没看孙子也好 有没有 是这样 你看你弟弟都 嫁在未来 一直投射出去 看到没有 都没有 没有自觉性的 活在你的当下 活在你真正真实的人生里头 有没有 你的真实的人生 真实的人生 不是在未来 真实的人生 也不是在过去 真实的人生 是在当下 总是说 过去的事情 它是事情 如果过去的事情 要产生效用 你看你是拉在当下了 你就想过去的事情 那过去的事情 你在这边想它 它如果带来痛苦烦恼 你继续沉醉下去 那你就沉醉在过去里面 那过去的事情 你现在在反足它 看到那个特殊的 那些缘起 所以充分的了解了 而心平静不水转 有没有 你看你在当下 超越了过去的束缚 有没有 你敢听 总是说过去 其实也是都是在当下 有没有 你在想未来的事情 你本来在想未来 要怎么办 你发觉就说 你跟想也没效 有没有 那只是一个 对于未来的一种 梦幻泡影式的那种投射 那你在当下 本来在投射未来 那看到当下的 这样的一个状态 你看未来不是又拉到 你的当下吗 有没有 那你看到 对于未来的那种投射 跟设想的空患性 有没有 所以不再去投入能量了 有没有 所以你看 你就能够超越 对未来的那种投射 那你慢慢就习惯说 所以不用去 常常 有没有 拉过去的事情 来让自己心周 有没有 也不用常常 投射未来 制造梦想 来让自己不断的抗拒 现在 知道吗 你看那些 痛苦烦恼就 减少很多了 那那些痛苦烦恼的能量 不在了 你就变成 把那个能量就回归 聚集到当下来 那有这种正确的 对待生命的观念 跟思想 有没有 认真的 真实的 平实的 活在当下 不再被过去的阴影 给牵扯 也不再去投射 对未来做那些 没有必要的那种投射 生命呢 生命能随时回到 当下的这样的一个境界 随时都能够怎么样 苦妹啊 随时都可能 在一个幸福快乐当中 所以我们那个以前 去年 我说我们明和讲堂 要弄一个标语 叫做当下最圆满 就是这个意思 当下最圆满 你看到没有 真正在当下 是当下是最圆满的 你看 你没有因缘于 过去而来的撕裂 有没有 你也没有在投射对未来 所以也没有因缘于 未来而撕裂 心呢 全然在当下 所以一个你 你如果能够 随时自觉性的 活在当下 你看 痛苦烦恼 他就熄灭了 心就随时 可以保持在一个 最轻松愉悦的状态 而且这里头 又有一个要点 不知道同学有没有发现 一个自觉性的 活在当下的人 他会怎么样 他的梦会越来越少 因为他不会投射 他就越来越不需要 活在颠倒梦想里面 有没有 他越来越不需要计划 他也越来越 他些悔恨会越来越少 梦越来越少 投射越来越少 所以他的心呢 会怎么样 会越来越轻松 然后他只要常常 活在当下 会怎么样呢 因为你的心 没有被过去拉扯 也没有被未来拉扯 所以心是完整的 你会很容易体会到 那个心的完整 那你常常体会到 这个心的完整 会带来一个 什么样的事情呢 就会心会越来越无所求 因为你会发现什么 当下最圆满 一切就在当下 而且他会生起一种 很特别的东西 就是真正生命的喜悦 我们一般是说 爱国中观 好不好 真快乐 还是说看到那个喜欢的人 有没有 碰到何意尽 你才会那所谓 人间事里头的 preju快乐 你如果一个 常常活在当下的人 他那种生命的喜悦 是没有原因的 他不需要条件的 他不需要条件 他本身就是喜乐 他本身就是喜悦 在佛法里头 其实这里头 佛陀也有讲 你看当我们的心 如果克服了那种五概的时候 就是贪心 称心 昏沉 吊毁 怀疑 你的心喜乐 就会生起 秘密就在这个地方 你看你贪心 心就破裂 就是没有在当下 称心 心也破裂 没有在当下 昏沉 所以不知道在想什么 也没有在当下 吊毁 就是在想过去 也没有在当下 怀疑当怀疑 所以心也没在当下 你看 这就是五概 所以心会怎么样 不快乐 没有那个真正的生命的喜乐 看到没有 因为没有真正生命的喜乐 所以要怎么样呢 喝酒 打牌 看电影 或是找人玩鸡小肉 他要获得生命的快感 但是呢 很可怜的是 他的心在整个五概的笼罩底下 在寻求生命的快感 所以他怎么样 这就在迷失当中 所以他以为说 生命的满足 生命的快乐 要在外面 所以要安早回来 要怕点疼 要公司的老板 他们那个对我们好一点 要同事情绪好一点 你看你都会在外面 都会在 一般讲就是心外求法 都会把心思 寄托在外面的因缘条件 认为说 这样我们才会快乐 那不然会参加怎么样 糟糕又是三缺一 有没有 那今天晚上就睡不着了 那不知道怎么办 因为三缺一 你看 因为三缺一 你就没有快感 你没有摸牌打牌的 那个快感 知道这个意思吗 这样看有这个意思吗 所以当我们的心 一直被五概给覆盖的时候 其实那都是 生命进入一种奴隶的状态 被五概给奴隶的状态 这样看有没有 在被奴隶的状态里头 想要寻求快感 所以才会有这么多的 所谓的娱乐性的产业 吃鸡 吃鸡 它就这样来的 这也是目前的人类文明 发展到这样的阶段 无可奈何当中的 无可奈何 对不对 就只能这样 那我们刚讲的是这个秘密 当你的心 你看你克服了五概的时候 是怎么样 就是你就活在当下 你的心它就全然在当下 没过去没未来 那你要发现一件事情 这个叫做生命的完整性 这个就是你真正的心灵的力量 你就完全在十项里面 有没有 能体会吗 所以它当然是喜悦的 它就很自然而然有一种 因缘与 我们如果用这样说 用圣经来讲 叫做浪子回家的感觉 不用再流浪 因为你发现这就是你的家 所以你有回家的感觉 因为你回家的感觉 产生 那个回家的感觉 所以自然怎么样 喜悦满足感升起 所以会有心悦的感觉 心灵上面的愉悦 所以这就是禅修里头的 所谓的喜跟乐 其实它是一种很平静的 心灵上面的愉悦 它不需要任何感官的条件 因为这就是生命本然具足的喜悦 这有点深的 但是实相就是这样 因为我们一般人 不知道这个生命本然的这种喜悦 所以他要去找 我找一个对得上眼的谈谈恋爱 才会喜悦 找一个什么 找一个什么事情来做这些喜悦 其实那都不是喜悦 那是感官的刺激所得到的快感而已 真正的喜悦是心的本然 心本来的快乐 心本来的喜悦 所以你发现一件事情 我们从历史上面看 你看那些觉悟者 奇怪 他们都是在苦昧的状态 苦昧就是喜悦 佛陀喜悦 阿难是喜悦的 色力佛是喜悦 你看那些特别是那些大禅师 他们特别会表现出这个特性 有没有 那种愉悦 那种生命的愉悦 全然无所求而来的那种生命的愉悦 就是这样来的 因为他在当下 那你在当下 你就看到这个生命宇宙的这个本体 这个实相 所以你先就 自然就高兴 因为就回家 就在家里面 你就自然知道 你本来就在家里面 所以怎么样呢 不用去找老公 他要三点回来 那就他三点回来 甚至晚一点回来也没关系 因为我的床会比较大 有没有 我会睡得比较开心 你就没有依赖了 你的心会随时知道 只要回到这个当下 正知正念 生命的那个完整性 它就出现了 那个决心的喜悦 它就来临了 这就是佛法里头讲的什么呢 四个字 存衣满尽 心灵本来就是顺全的 存全的 衣就是完整的 满就是圆满的 静就是清静的 你就体会到说 这个心灵本身的存衣满静 存全完整圆满和清静 这就是当下 那所以我刚讲 你只要有一次就够了 你只要有一次这样的体验 就不会再迷惑了 虽然呢 会有在那些习气的冲力 在升起 有时候你那个思念的时候 那或者说突然在一个比较 心灵力比较弱的状态 他在升起 但是事实上是这样 你对于这种心灵的寂静跟喜悦 有过体验的人 对于心灵上面一点点的痛苦 是非常敏感的 所以当你思念起的时候 那个苦感他会升起 苦感你升起 你如果 你如果觉知到了 你会怎么样 你马上正念会提起来 那你正念提起来 因为你曾经有过这样的经验 所以你对当下没有抗拒 就是保持这样心的这种正知正念 把心抓回来 让心就在当下里头去看着 那他就会很快 你就会很快发现一件事情 所有的生命经验 对你来讲会变成怎么样 都变成你这个决心的养料 会变成这样 这样讲清楚吗 不够清楚的时候 我可以举个例子 你如果突然看见一只蛇这样 像那个眼镜蛇这样 冲上来的时候 你会怎么样 他头举起来 你会怎么样 你是不是会全然警觉 你跟在想说 明天知道我不知道 对爱国总监 你会想说 我老公怎么到现在还没回来 不会的 没有过去 没有未来 当下 看到没有 他就在 就是这个东西 你看他就在当下 心完整 没有破裂 你若变成我怕怕 有没有 但不怕 那就屁屁串 那就没有在当下 你是怕他咬 在担心未来 看到没有 那不一样 你看你在当下 你就跟他对着 在当下 知道这个意思吗 那你看 那个明觉的力量 是这么强 所以你如果掌握到 这个美角 你不怕痛苦烦恼本身 就是痛苦烦恼的那种 吹息 只要有一次就好了 只要有一次 你看你 这一次是什么 你看你就见证到 佛陀里头讲的四圣地 看到苦 内在的那个心眼 有没有 你真正看到苦 看到苦疾 看到苦妹之道 保持在正知正念的当下 有没有 让那些夜市习气 消融 当下解脱 这就是修行方法 这样的你看 他不只是让你超越了 我们这一世的那个 业力的那个牵扯 所形成的那个苦患之身 而且怎么样 让我们觉悟 事实上是这样 所以你看 我们上礼拜也有提醒 这次在提醒 莲花没有办法凌空 决心之花 没有办法凌空 他都一定 你看 在污泥里面 生命的痛苦烦恼 生命的苦难 就是决心的花朵的养量 这个观念 就是你们自己去想办法 然后那个思维看看 这样呢 我们才会真正去正视 生命里头的苦难的价值 就不会想要去回避它 你知道吗 你就会心会去接受 那事实上也就只有 你真正能够去接受 生命里头的苦难 苦难的意义才会长出来 苦难的智慧才会升起 就像我们刚刚讲 那个梅干 你看对于生命的 比如那种习气 那个痛苦 你看没有抗拒 你一抗拒你就跑掉了 心就跑掉了 你就没有办法在当下学习 所以你就不可能当下解脱 那没有当下解脱 就没有解脱 解脱一定在当下 那就是我们的心呢 随时是准备 对这个生命里头的苦难呢 是一个敞开的状态 也就是 对于自己里头 我们的很多苍疤也好 我们的脸黑的这一部分 有没有 我们的乱七八糟这一部分 有没有 你要怎么样 你要敞开的接受 那就是你的生命纪念 但是那不是你知道吗 那只是你的生命纪念 你真正的你是什么 那个决心 其实真正的生命是那个决心 佛陀讲的那个佛性 其实是那个东西 所有的你的生命纪念 只不过是这个决心的显向 这个决心的能量的显向而已 所以你不用跟过去的那些苦患的那些身影去认同 对不对 但是你要了解 以免怎么样 又被他掌握 你了解他 但是不用跟他认同 这样知道这个意思吗 你看你才能超越 所以同样的 你有这种深度的这种了解 我们就不会这样 就不会常常不自觉的要去指责别人 因为那是他的苦患之身 但是那不是真正的他 那你看这样 自己能够不断的进化 会怎么样 就不会再污染自己的心 那你不会污染自己的心 就不会污染别人的心 菩萨道不就出来了吗 那我们不再污染自己的心 不再污染别人的心 你会看到什么 就不会污染地球 就不会污染地球 就这么根本 其实这就是究竟之道 所以转念 转业 转命 而且能够怎么样 像佛陀在教授的一样 真的可以去体证当事解脱 随时都能够让自己的心 回到这个 存衣满尽圆满的境界 好 那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边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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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